聯合國支持的柬埔寨紅色高棉戰爭罪行法庭由於一名檢察官辭職而再次受到打擊 來自英國的安德魯海雷星期一發表聲明說 出於個人的原因他準備辭去共同國際檢察官的職務 海雷是2009年被任命的 柬埔寨紅色高棉戰爭罪行法庭資金不足 法庭2006年成立以來出現很多問題 這間法庭的大約200名柬埔寨僱員上星期罷工 要求支付拖欠了幾個月的薪金 該法庭的柬埔寨一方出現近300萬美元資金短缺 他們被指責腐敗和管理不善